我们现在介绍1944年美国艾弗瑞为首的科学团队们 他们所研究的那个内容 他们证明了DNA才是遗传物质 好 那我们先略体一下 他们的实验的那个基础 其实是由那个哥利夫资的实验来的 哥利夫资的实验除了发现有S型菌跟R型菌 这个所谓的肺炎收藏菌之外 他们也发现了其实这些细菌可以吃到新的遗传物质 而做性状转变 性状转变我们可以简称为转型作用 所以等一下如果我口语讲转型 就是指我因为获得新的遗传物质 而让性状发生转变就是性状转变 性状转变有人会叫它转型作用 会叫转型 好的 那当时的艾弗瑞就延续了 哥利夫资的实验的设计 做了以下的实验 虽然哥利夫资已经漂亮的证明 遗传物质可以让个体做性状转变 可是很可惜他没有再度证明说 到底那个遗传物质它是什么成分 是DNA还是RNA还是蛋白质 艾弗瑞就利用了RNA水解酶 分解RNA DNA水解酶 分解DNA 跟蛋白质水解酶 分解蛋白质 还有这个 等一下会介绍的一个小工具 叫做R型菌的抗体 就是血清 来帮忙它证明 而艾弗瑞团队 艾弗瑞是我们一直介绍的科学家 它是为首的 事实上还有两个同事 一个叫做Makati 一个叫Macron 通常我们在讲这个实验的时候 都会讲艾弗瑞等人 但是那个等人有三个人 我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同事们 当然艾弗瑞的工艺最重要 他也是他里面学术地位最高的 相当于Leader 好那我们看他怎么做 那我们就先以这个图来讲 比较简单 第一组 我把A10行菌弄死弄破 形成A10行菌的残骸 对不对 里面呢就应该有A10行菌的遗传物质 这遗传物质会让细菌产生 肺炎的一个毒害的效果 但是我分三组 第一组呢 我用DNA水解酶 把它分解DNA 第二组用RNA水解酶 分解RNA 第三组用蛋白质水解酶 分解蛋白质 这三组的残骸 经由分解之后 再加入R型菌 让R型菌去吃这些残骸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吃了残骸当中 含有遗传物质 A10行菌的遗传物质 这个R型菌 就有机会转变成A10行菌 所以艾弗瑞他就看说 这个R型菌 有谁可以转型成A10行菌 对吧 这个R型菌吃到了遗传物质 结果他发现 编号2的这一组 有转型成功 编号3的这一组有转型成功 只有编号1的没有转型成功 这一组当中R型菌永远是R型菌 没有任何一只R型菌 转变成S型菌 性状转变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回去退化的处理 因为这一组用了DNA水解酶 处理了 当你DNA被分解掉 我就没有办法吃到遗传物质 让我转型 这不就代表 那个遗传物质就是DNA吗 DNA被分解了 我就没有办法吃到遗传物质 所以这个实验设计就漂亮的证明 其实遗传物质就是DNA 不会是RNA 不会是蛋白质 因为RNA分解没分解后 RNA没有咯 依然转型成功 蛋白质分解后 依然转型成功 所以遗传物质应该不是蛋白质 也不是RNA 应该是DNA 这是它实验设计的一个流程 这个图很类似科普上的副图 但事实上艾弗瑞的实验 没有那么简单 艾弗瑞的实验蛮复杂的 它先做几组对照组 它先养细菌给你看 我的养细菌的过程是OK的 养R型菌 我把R型菌播种 让它繁衍 就会长出R型菌的菌落 我种的是S型的菌 就会长出S型的菌落 如果我把S型菌杀死 就没有任何菌落 代表我杀死S型菌 是真的杀死 没有任何S型菌活下来 好那也重复了格里夫之实验 我把活的R型菌 跟杀死的S型菌养在一起 R型菌 变成了S型菌 各位就观看 观看这个编号C的这个实验 你不觉得实验怪怪的吗 我的R型菌是活的 一部分的R型菌 吃了S型的遗传物质 变成S型 那一定会有少部分的R型菌 会继续变成R型菌 所以这个培养基 应该同时有R型菌 跟S型菌 应该两种菌都有 不可能那么恰好 所有的R型菌 都吃了S型菌的基因 然后全部变成S型菌 不可能 因为它有个小小的巧思 它在把那个菌种 抹在培养基上面之前 它有个小小的步骤 这个步骤蛮关键的 它加入了R型菌的抗体 写在这里 R型菌的抗体 也就是这个图所写的血清 我们讲血清 其实就是指抗体 对不对 像以前学到 抗毒蛇血清 抗蛇毒血清 就是抗蛇毒的抗体 血清就是指抗体 那这个艾佛瑞他们 想到一个办法 我在抹在培养基 培养细菌的菌落之前 我先用R型菌的抗体先处理 而它处理之后 R型菌就会先沉淀 好 我这边表达 说明一下是什么意思 我这些细菌一开始 是养在液态的培养基 这是液态的 里面有一堆殉菌在里面漂浮 那我处理完之后 我加入抗体之后 抗体加进去 里面的R型菌 就被抗体攻击 就沉淀了 沉淀之后呢 他们就非常聪明的 我吸上氢液 这沉淀物在下面 上面这个没有沉淀的 叫上氢液 上氢液是什么呢 就是悬浮的细菌 上氢液 他要把上氢液拿出来 抹在培养敏上面 这个时候 他的上氢液可能没有细菌 抹起来就没有菌落 如果里面有转型成功的S型菌 一抹就会看到S型菌落 但你不会看到R型的菌落 为什么R型菌都沉淀了 被抗体沉淀了 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不做这个动作没有关系 就是培养基会出现两种菌落 可是那个艾佛瑞希望他的实验结果 非常的明确 我不要观察R型菌 R菌菌不是我的目标 我要观察R型有没有变成S型 他只想看到有没有S型 所以有 就出现S型的菌落 如果没有 就不要菌落 这个结果不就很清楚 很clear 很明白 很清楚吗 所以他其实有一个小动作 他用了抗体让R型菌先沉淀 这样他后面怎么抹出来的 长出来的菌落 只会出现S型菌或没有菌 不会再有R型了 因为如果有R型菌长出来 会干扰你的叛毒 他让他的实验结果 非常的清楚明白 clear 好 这是他的实验设计 好 那他怎么做呢 跟刚刚所讲的一样 R型菌跟S型的菌残渣残骸放在一起 但这一组 D组放了RNA水解煤 E组放了DNA水解煤 而F组放了蛋白质水解煤 然后培养一阵子之后 还是用R型菌的抗体 让R型菌沉淀 所以所有的R型菌都没了 如果今天你的培养 你的培养液当中 如果有S型菌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S型菌出现了 所以这一组有S型菌 这一组有S型菌 这一组呢 没有 代表这一组没有性状转变 R型菌被拿掉 却没有任何S型菌 你看脊骨就是 有菌跟没菌 很漂亮 很清楚吧 有转型成功的 就会长出S型菌 没有转型成功的 什么菌都没有 一个菌都没有 所以他利用抗体做处理 会让他的实验结果 非常的清楚 不会被误判 很clear 是个很聪明的一个设计 所以当时埃佛瑞 就透过这些实验 透过了不同的水解煤 即R型菌的抗体 让他的实验结果 很漂亮的证明 DNA就是遗传物质 DNA就是遗传物质 不过我们的课本 是不是有一句话说 埃佛瑞的实验 并没有办法 直接证明 DNA是遗传物质 对 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 事实上这个实验 蛮直接证明的啊 那为什么他这时候 还要讲这句话呢 他是为了解释一个现象 当时的实验 这些是1944年发表的 可是在50年代 1951到1959 50年代 科学界普遍还是认为 遗传物质是蛋白质 我发现有 1944年证明 他是遗传物质DNA 可是到50年代 科学家还是不相信 好 为什么我先解释 当然科学家为什么相信是蛋白质的 两大理由 因为DNA是AT CG 只有四种排列组合 他的复杂度比较小 而蛋白质是20种排列组合 所以他们认为以复杂的程度来讲 蛋白质远比DNA复杂 四个字母排列组合比较复杂 还是20个字母排列组合比较复杂 他们认为20个啊 第一个复杂度 蛋白质赢了 第二个是含量 我们知道依据染色体学说 认为遗传物质位于染色体上 而染色体包含DNA跟蛋白质 他们发现 染色体上的蛋白质的含量 远大于DNA 蛋白质比较多 那你又复杂又多 那当然是蛋白质为遗传物质 怎么可能是DNA呢 所以为了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课本才多了这句话 艾佛瑞的实验 并没有办法直接认明 遗传物质为DNA 但实情是这样吗 不是 科学界在50年代 还没有办法普遍认为 艾佛瑞的实验是对的 有别的历史上的原因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补充 我们等一下会补充 跟大家讲讲 这个历史上发生什么事件 使得艾佛瑞的实验 当时没有办法被接受 这我们等一下再补充 好我们先把艾佛瑞的实验讲完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实验 利用水解酵素 及抗体证明 透过转型作用是否发生 来证明遗传物质 真的是DNA 因为抗体的功能这样 我略体一下 假设这是细菌 这是细菌 我们知道抗体是不是Y型 好 你看我把细菌画出来 一开始细菌是散开来 不同的细菌飘飘飘飘飘 但抗体有个功能 抗体是Y型的 我可以这边连R型菌 这边连R型菌 让这两个细菌连在一起 这边有个抗体连这里 这边有抗体连这里 这边有抗体连这边 这边有抗体连这边 有发现一件事情 抗体让所有的细菌连在一起 我让小分子连在一起 变大分子 我让小细菌连在一起 变大颗粒 大颗粒就会沉淀 是这样 当时如果你要 让它沉淀的数据更好 你可以加抗体之后 再离心会更有效 离心之后 这些大东西就会沉淀了 好请说 你可以问 你可以问